那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伙分析一下 为什么今年国产喜剧片不行了 咱们先说第一种现象 什么叫水土不服的翻拍片 就我们的电影界有的时候头成事 说当年的曾经有一部成功的电影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它呢改头换面的呢 情节什么都不用弄 翻拍一遍 觉得这个好像很容易成功 也确实有过成功的先例 那么今年有很多喜剧片呢 照着这个模式翻拍国外的 以为在编剧导演跟伙伴能省点劲 结果效果很不理想 你像我给大乔说一部片子 今年8月份 有一部片子叫 我最好朋友的婚礼 主编 电话 主编大人 你的电话也太难打了吧 连人 哇 好久不见了 你死到哪儿去了 主编大人 我看报道知道你来意大利了 我真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啊 急事 你不会告诉我 你要辞去BBC副主编的位子 然后又要去浪迹天涯了吧 我要结婚了 这个片子是舒淇 冯绍峰 宋倩演的 你看这美女 俊男 帅哥啊 这里头的颜值非常高 可这个片子上映之后呢 首映的第一天 大概有一千多万人民币票房 完了后来就一天不如一天 大伙这同罢 是这片子不走心 胡闹 不接地气 水土不服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片子是翻拍20年前的一部片子 1997年的时候呢 美国出了一部片子 名字跟这个一幕一样 叫我最好朋友 那个片子谁演的呢 著名的这个影星 朱利亚·罗伯茨 内容是什么呢 他演这个女主任公叫朱利安 所以有一天 这朱利安突然接到他一个好朋友 迈克尔的电话 说我要结婚了 Jules We're getting married This Sunday 要结婚了 他心里受不了了 我要把我失去的爱情夺回来 I can't lose him Jorge I'm gonna bring him back 所以要给人当半娘又什么的 青人终成眷属 是这么一部片子 I had the strangest dream I dreamt that some psychopath was trying to break the two of you up Best one 那么呢 我们这头呢 把他拿过来呢 把他都改成中国人 你像这女一号呢 是舒淇演的 男一号冯绍峰 里边演的新娘的呢 也是著名的小花蛋宋茜 你看这个阵容不错吧 为什么这个口碑差的这成功呢 这就我刚才说那四个字 水土不糊